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一怒之下 干了一杯奶 网友问是节目效果还是真实反应 迪丽热巴一怒之下 干了一杯奶 网友问是节目效果还是真实反应 作为一位专业评论家 针对迪丽热巴在某节目中的一怒之下 喝奶的行为 我对其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 首先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 迪丽热巴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她的行为举止不仅代表了个人的形象 也反映了她的性格特点和职业素养 在所给的节目中 迪丽热巴展现出了强烈的情绪 这一瞬间无疑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看到 她并没有经过刻意的安排或者预先排练 而是在愤怒的情绪下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她的表现非常自然 没有任何做作或者夸张的成分 这说明她是一个真实的人 有情绪波动 有情感表达 这样的表现也反映出她的个性特点 坚强 果敢 有主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迪丽热巴喝奶的行为也体现出了她的职业素养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她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给观众带来负面印象 然而 在节目中 她没有回避或者掩饰自己的情绪 而是选择坦然面对 这样的举动不仅展现了她的人格魅力 也让观众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信任 这表明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上的明星 更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感情的人 当然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是否是节目效果 但从整体表现来看 这更像是迪丽热巴真实的情绪反应 她并没有刻意迎合节目效果 而是顺其自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这种真实性正是迪丽热巴 备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 我认为迪丽热巴在节目中的喝奶行为是真实反应 她的情绪表达非常自然 没有任何做作或者夸张的成分 这种真实性和自然性正是迪丽热巴的魅力所在 同时 她的职业素养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上的明星 更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感情的人 这样的表现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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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而他们的每一次举动都可能引发不同的解读和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关注迪利热巴的实际表现和人格魅力,而不是纠结于他是否刻意未知。 总的来说,迪利热巴在节目中的一怒之下喝奶的行为表现出了他的真实性和职业素养。 这样的表现不仅让人感到敬佩和欣赏,也让他在娱乐圈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我相信,迪利热巴未来的演艺事业一定会更加出色,因为他始终保持着真实、自信、勇敢的态度,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信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